屏東春節限定潮州市集日夜不斷電連開五天 除夕夜到年初一的凌晨 因為用電量真的是太大了 把專屬百貨公司級的電表給操報 公所就好緊急調派零食的電表來補位 不過呢 零食提電也讓攤商是抱怨連連 看別人吃東西買東西來這通通都包了 屏東潮州假日市集人潮豐湧 幾個水洩不通 從空拍看 仿若不夜城 萬頭鑽洞 五天24小時不打壓 沒想到除夕夜電表被操報 屏東歷史最老牌的年階 舉辦超過半世紀 今年年夜飯過後 逛街人潮湧入 竟然供電的電表被燒掉 供電的需求太大才會導致那個電冒煙 花十幾二十萬才競標到熱門攤位 說跳電就跳電 造成損失 攤商認不住抱怨 第一時間工所派人檢修忙到了初一凌晨才處理完畢繼續開市 大年初一走春潮全面出籠連接被擠爆 光除夕到初一兩天估計六萬人次 盛況比去年還熱 人潮是前潮 上季五線 記者聯賓 許崇文 屏東報導